那么接下来是第七个叫负债业务 这我只讲一个负债 那就是因缴财政款 主要是核算上缴财政的款项 注意 单位缴纳相关的税费 比如增值税所得税 是不通过这个科目的 而是通过因缴增值税 其他因缴税费 比如所得税 要通过其他因缴税费 增值税要通过因缴增值税科目 这个科目呢 要注意 它不属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现金的收支 所以对于因缴财政款的业务 是不需要进行预算会计处理 只要进行财务会计处理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七个 接下来第八个 PPP项目合同 这个要注意作为一个考点 作为一个考点的掌握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加的内容 先看跨一 PPP项目合同的确认和计量 第一个问题是双特征 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社会资本方 在合同约定的运营期间内 代表政府方使用PPP项目资产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也就是说 对于社会资本方来说 你有一个义务 你要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和服务 其实我们在企业会计 也就是在第十七章 收入里面 已经讲过 但是我们 我举了一个例子 是北京地铁四号线 是不是 京港 京港这个项目公司 你有一个义务 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 公共产品和服务 第二个 当然同时你也有一个权利 你可以通过这种服务 获得补偿 这就是它两个特征 第二 再看 双控制 第一个控制 政府要控制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 对象等等 比如我刚才 我们在 刚才提到的 北京地铁四号线 你这个票价控制 第二个控制是什么呢 在项目合同结束时 终止的手 剩余的权益 有控制权 将来要移交给政府 第三个问题是 确认的条件 同时满足两点 这个就是资产的确认条件 我们政府款机里面 资产的确认条件 第四个是初时计量 政府在取得PPP项目资产时 一般情况下 就按照成本来初时计量 如果需要评估的 按照评估价值 进行处置计量 考试的题目很简 它不是很复杂的 但是需要你熟悉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让我们判断说法对错 需要你花时间熟悉它 所以我们这一块难度不大 问题是比较陌生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多花点时间 多看几遍 下面一看第二个问题 是主要账务处理 第一是PPP项目资产 不同的方式取得的 我们讲一个五种方式 在不同的方式下 分别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第一是投资 社会资本方投资建造 我们现在是站在政府方角度 社会资本方投资建造 这个PPP项目资产 我们就按照建造开始 至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且所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 进入一个科目 叫PPP项目资产 代方代PPP项目净资产 其实科目是次要的 考试是考这个文字 它不是什么借贷分路的问题 它是文字 所以要把这文字看清楚 在投资 社会资本方投资建造的情况下 按照这个期间发生所有支出 那么第二个提示 如果以交付使用 但尚未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手续 类似于我们在企业会计里面所学的 怎么做 赞估入战 按照赞估价值 然后最终办理决算手续之后 决算手续之后 如果实际成本和赞估价值两者之间有差额 那就调增或者调减 对应的这个科目 就调增调减 第二 第二种方式 是社会资本方 从第三方直接买过来的 刚才是自己社会资本方 自己投资建造的 那如果买过来花多少钱就多少钱 是不是 购买的价款 加上相关的税费就可以了 必要的支出 科目是一样的 第三是使用社会资本方现有的资产 本身就是社会资本方自己的 那么我们要在开始运营的日评估一个价值 评估价值 就对方自己的 也不是建造 也不是买的 就现成的 那此时就按照评估价 进入PPP项目资产科目 第四 如果是使用政府方现有资产 刚才括号三是社会资本方现有资产 那现在括号四是说 政府政府这一方现有的资产 直接投进来的 那今天我们是站在谁的角度 站在政府的角度 那站在政府的角度 那就直接按照张面价值 由自己的原先的公共技术设施的资产 转到PPP项目资产里面就可以了 我们编制一个分路 原先是我们自己的叫公共技术设施 然后按照这个张面价值 直接转到PPP项目资产 也就是说对政府方来说 就直接按照张面价值一截转就行了 不增加也不减少 它的资产总额不增加也不减少 这是第四种方式 那么这里面注意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需要进行评估的 刚才一个问题没解释 分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无需进行评估的 就直接按照张面价值一截就行了 第二 如果需要进行评估的 那就按照评估价值 评估价值要入战 那这个时候有个问题来了 可能不平了 是不是 比如我这写了分路 先按照这是张面价值 是不是 这两个一截叫张面价值 那是评估价值 如果需要评估 那就评估价值 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评估价值比张面价值高 那就出现代方余额 记住其他收入 第二种情况是评估价值 比张面价值小 那就出现借房余额 那就记在其他费用里面就可以了 这是第四种方式 接下来第五种方式 那就是社会资本方对政府方原有的资产进行改革建 本身是谁的 本身是政府方的 对他进行一个改革建 那么此时改革建前的张面价值 加上发生的支出 再扣除被替换的部分 就像企业会计里面也讲到有被替换的部分 按照这样一个金额 进入PPP项目资产 然后将原有的项目资产的就对冲掉 我们写下分路比较直观一些 一方面按照改革建前的张面价值 这本身是我自己的资产 我本身有个张面价值 这一次我有发生多少支出 然后被替换的部分张面价值再扣除 这样按照这个确定的金额 进入PPP项目资产 同时将我原有的资产 这是我原有的资产 是不是 我一个张面价值 把这个张面价值截掉 最后会出现 可能会出现一个差额 但这个差额无论在贷盘还是借盘 都进入PPP项目净资产就可以了 增加了就增加净资产了 减少了直接就充净资产 这是讲有关PPP项目取得不同的方式 取得的时候账务处理 讲到有五种方式 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取得时有五种方式 接下来就是运营期间的快捷处理了 第二个问题 在项目运营期间的快捷处理 第一个 为维护PPP项目资产 在正常运营而发生的 日常维修养护等后续支出 比如高速公路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相当于是费用化支出 日常维护吧 日常维修 那就不进入PPP项目资产成本 这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费用化支出 这个企业快捷界里面所讲的 第二个是 为增加PPP项目资产 使用效能或者是延长使用说明 而发生的大修改建 扩建等后续支出 这相当于是相当于叫什么 叫资本化支出 是不是啥 那这手相关支出 扣除替换部分的价值 要进入增加PPP项目资产 同时增加PPP项目净资产就可以了 第三是 PPP项目资产的 折旧或者摊销 要安悦 提折旧或者摊销 那这个很好理解 我们一般都是要提折旧的 那么这里面具体来说 第一 如果初始确认时 PPP项目净资产 和当时PPP项目资产的金额 是相等的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提折旧 比如十年的使用寿命 十年的使用年限 那么提完以后 应该说 总的项目资产的金额 总的项目资产的金额 就是那个折旧 总金额 与它的净资产 应该相等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每一期提的时候 就直接冲结 PPP项目净资产 带累计谈销 或者累计折旧 十年下来 总的累计的金额 提的折旧 不就等于净资产 这个时候净资产 是不是全部从界方就 截平了 就为零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那如果 PPP项目净资产的金额 要小于当初 入战价值 我们前面讲过 有这种可能性 那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想 假如也是使用 说明十年 十年下来 我这个提的 总的折旧金额 是不是就比 净资产的总额 要高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不平衡了 我们每期提折旧的时候 是借净资产 带累计折旧 那么如果 总的入战价值 要比净资产 要金额高的话 实际上我们最后 提的手 是吧 还有一块 实际上是无形当中 多充了一块净资产 假如就这么提折旧 比如这是一百万 这是借偶十万 那你十年下来 每年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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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一年 人家净资产都冲没了 你往哪里寄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采取一个办法 每一年都是按照比例 就是说你这个净资产呢 和这个入战价值 进行比较以后 算这个比例 按这个比例 来分摊到 每个期间里面去 我写个分路在这 比如刚才我说的 那这按道理 一百万 这不是一百万 这九十万吗 十年 其他因素不管它了 那么这提 每年十万 每年十万 那这儿呢 就每年是不是就九万呢 是不是 我按照比例来算 因为本身占百分之九十 占百分之九十 所以每年就九万 那还有一万块 就到这儿来就行了 所以十年下来 你总共不就九十冲完了 也为零了 你这也是为零的 是不是 所以有个差额到哪去了 到业务活动费用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是 PPP项目合同终止的时候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终止了 这个资产就归政府了 移交给政府了 那移交给政府了 政府做个重分类就行了 转到哪去 有PPP项目 进资产 有PPP项目 这个资产 转到哪去呢 转到这个公共技术设施 等等科目里面去 第二种情况是 合同终止的时候 将尚未充减完的PPP项目 进资产 假如还有余额 那还有余额的话 把这个余额转到累计 盈余里面去 你自己进资产 都转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还多一个 其实我们前面讲的科目 如果有PPP项目的话 还要增加这么一个 进资产的科目 转到累计盈余 好了 那么第八个问题 有关这个政府方 PPP项目 合同的会计处理 主要是掌握这么三个方面 这一块作为一个考点 接下来第九个问题 这也是个考点 也是个考点 也是今年新增加的 这一块考选择题 考什么呢 合并范围 部门或者单位 这个合并财务报表 他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那就涉及到个合并范围 那合并范围 这里面掌握两点 第一是 满足一般原则的会计主体 那是必须要拿入 合并报表范围的 什么叫满足一般原则呢 一般应当以财政预算 拨款关系为基础 来予以确定 你是靠财政拨款 来运行的 那么你说明什么 你是靠财政来养大的 所以呢 你是属于合并范围之类的 你是要靠财政拨款来运行的 所以要纳入合并报表 因此有下级预算单位的部门 为合并主体 你下面有下级预算单位 那说明是相当于我们的子公司一样的 其下级预算单位 就是为备合并主体 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合并主体 应当将其全部备合并主体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就像我们学企业会计 要说假的 所有子公司 全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你只要是子公司 那就是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那这儿所说的是 你只要是下级预算单位 那就是备合并主体 那就应当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这是常规的 另外请注意 通常情况下 纳入本部门预决算管理的 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都应当 一个是行政事业单位 一个是社会组织 前提是纳入预决算管理的 既然是纳入预决算管理的 所以必须要怎么样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注意选择题的说法 这个选项说法对错 这是一般原则 一般原则下有这种关系的 都要纳入合并报表 是常规的 接下来特殊的 其他会计处理 这就是考选择题的地方 要注意一下 选择题的地方 我归纳了一张表 哪些是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哪些是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这不就选择题了吗 第一部门单位所属的 为纳入部门预算预决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注意事业单位 你既然是单位政府部门或者单位这个部门 或者说是单位下面属的事业单位 为纳入部门预决算的 没有纳入这个部门预决算的 但是你是事业单位 那要纳入合并主题吧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需要的 同样的 扩二也是如此 部门单位所属的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 执行企业类会计准则的事业单位 有些事业单位呢 它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在执行的 这是特殊的情况 但是只要你是谁下面属的 部门单位所属的事业单位 只要你是事业单位都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反之第二种这张表的右部分 不纳入 是什么呢 部门单位所属企业那不一样 你下属的企业 以及所属企业下属事业单位 既然是企业下属的 包括企业 包括企业下属的 这个不行了 那这个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还有第二是 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行业的协会 或者商会 你看我们现在比较流行啊 各个城市啊 都还有什么一些 比如我们在哪里有商会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的 那这个是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 与行政机关是没有过安息的 还有第三 部门或者部门单位财务部门 按照规定单独建站核算的会计中 单独建站的 比如像这一些 那这个不算 你是单独建站 跟他没有关系 第四 挂靠的 一看这个名词就知道了 挂靠的 没有财政预算拨款 关系的社会组织 以及非法人性质的 那像这一些 都是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这个三我就不说了 这叫其他 没有什么多说的 好了 那这一块注意 这两个下属的事业单位都要算 这个是下属的企业 以及企业下的事业单位 那都不行 这个很明显脱钩的不能算 这个单独建站的不能算 这是挂靠的不能算 非法人性质的不能算 其实主要是熟悉 要多看 比较陌生啊 是不是 你说深度吗 它没有什么深度 主要是比较陌生 前面我们学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 属于这一章的第一大部分 也就是政府会计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节 也就是这一章的第二大部分 民间非逆组织会计 我们在十五单中 有时候就简称民非会计 下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民非会计的概述 括号一 概念和特征 什么是民间非逆组织 那它有哪些特征 所谓民间非盈利组织 是指通过筹集社会民间的资金 所举办的 不以盈利为目的 从事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宗教等公益事业等等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服务组织 比如说 咱们有一些民办的学校 民办的医院 它就属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咱们有的同学家里小孩 可能在民办中学 民办初中 民办高中 读书 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些是民办的医院 像这些 都属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另外还有像比如说少林寺 曾庙 是不是 它也属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当然也有同学看到这有个空祸 不以盈利为目的 他们盈利的很 我认为你的想法是对的 我们这所讲的盈利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谋求利润 它不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我 你刚才所想到的 它很赚钱的 那个盈利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盈利 这是名字 这是动字 是这个意思 区分开来 好 知道一下 这个问题就行了 接下来三个特征 第一 刚才已经提过了 它的第一个特征是 不以盈利为目的 第二 是资金的提供者 不取得经济回报 当然这是就字面上来说 和实际上是什么情况 咱们不要联想太多 第三 是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 这是它的三个特征 大致了解一下 接下来是需要我们找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的特点 第一 是以全则发生制为会计核算基础 这与我们前面 政府会计比较 又不同了 政府会计里面两条线 预算会计是收复实现制 财务会计是全则发生制 那么民间非盈利组织呢 其实它这个会计核算 类似于企业 所以它是以全则发生制 为会计核算基础 第二点 在历史成本计价的基础上 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基础 在某些业务上 需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这是它的计量属性 第三 设置净资产的快计要素 它没有所有的权益 不享有所有权 所以它没有所有的权益 这个快计要素 它是净资产 那下面 括号三 就是快计要素 第一部分 反映财务状况的三大快计要素 第一个是资产 第二个是负债 第三个是净资产 它不叫所有的权益 它叫净资产 刚才提到了 这个净资产 要看是否有限定要求 分为限定性净资产 和非限定性净资产 这是反映财务状况的三个要素 那么这儿呢 有两个提示 是针对刚才这个净资产的限制性 有两个提示 第一个是民间非逆组织的董事会等等 对净资产的使用 有一些限定性的决策 或者说拨垮的限制 这些不属于限定性净资产 这是第一个提示 第二个提示 怎么去判断 它是限定性还是非限定性 是受两个限制条件 第一个是时间的限制 第二个是用途的限制 如果有时间上的限制 或者 或者 是用途上的限制 则该净资产分为限定性净资产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既没有实现限制 也没有用途的限制 则是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那么最后是等式 资产减负债等于净资产 这个简单 那接下来第二部分 反映业务成果的会计要素 第一个是收入 收入请注意 也是分类的 是否有些时间的限制 或者何用途的限制 分为限定性收入 和非限定性收入 在会计核算时 要看有没有限制条件 进行区分 第二个要素 那就是费用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民间非利组织会计 也是五个要素 收入 反映业务成果的两个 收入和费用 那么最后 它们俩之间的关系 收入减去费用 等于净资产的变动额 不是等于净资产 净资产是个余额的概念 收入减去费用 是本期增加 或者减少的金额 要转到净资产里面去 所以是净资产的变动额 第四是它的财务报告 民间非利组织的 财务会计报告 有三部分组成 会计报表 第二会计报表复注 第三财务情况说明书 三部分组成 其中这个财务报表 请注意 有三张表 第一张报表 叫资产负债表 第二张报表 叫业务活动表 注意它不叫利润表 它叫业务活动表 我们前面 政府会计里面 财务会计下面 财务会计报告下面 会计报表 有资产负债表 还有一个是什么 收入费用表 还有现金流量表 那我们这儿呢 还有第三张报表 那就是现金流量表 不同的是第二个 这儿叫业务活动表 我们前面 政府会计里面 叫收入费用表 财务会计下面 会计报表 也是分三张表的 至少有这三张表 颜色标出来的地方 都是大家要注意的 考题选择题要注意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0年的一个多学 民间费力组织 按照是否存在限制性收入 区分为限定性收入 和非限定性收入 在判断收入 是否存在限定时 应当考虑的因素有哪些 从刚才我们所讲的内容 可以看出 一个是时间上限制 一个是用途上限制 包括这两个部分 A和D 所以这两套 这道题的两个答案 是A和D 也有同学说 我们上课呢 太细 所以这个 第一个课是多 第二个学习压力大 我想说一下 2020年 我在上课的时候 这一道题 其实就在黑板上 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 做上记号 强调的 这是2020年 当年就考的这个题目 这个我们没法说 哪一年考 但是作为相对 比较重要的一些点呢 我们要提出来 所以 CPA考试 就是考的比较细的内容 所以 你想简单的 粗略的 把这些内容 讲完以后 这个的学习 实际上没有 很大的提高 我们的考试 就是很深入 很细致的内容 需要你深入下去 需要你细致的去学习 那其实我们在 今年的数课当中 可能在其他某些地方 还是这样的 那个 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比较细致的去讲解 这些东西 可能不经意的 就成了考点 再看一道题 2019年的多学 夏令各项 属于民间非议力组织 会计要素的有 A 费用 B 利润 C 收入 D 所有的权益 那属于他的 有哪一些 A 费用 肯定是的 C 收入是的 没有利润 没有所有的权益 他叫净资产 19年考试 将这种题目的分值 那是 无偿捐赠给我们 所以我 给大家提个建议 即使再没时间 再没时间 也要把 这三节内容 基本的 就是稍微花点时间 过一下 这基本的知识点 你掌握 从我们刚才前面 像这个题 有点冷门的 有点冷门的 可能看书看不到 如果老师没有 给你划出来的话 可能有的同学看不到 但是像这种题目 这种分数 我们是必须要拿到的 所以 我有没有讲 我在前面讲过 这样一个规律 大家在 我再提醒一下 我们考试呢 不止一套试卷 我发现有这样的规律 这几年都是这样 要么呢 就是有一套试卷 考一下政府会计 另一套试卷 考一下是 民非会计 甚至考什么呢 就考这些基本的东西 就在第一个标题里面 或者说 政府会计里面 在第一节里面考一下 但是今年的情况 不太一样 我前面讲过 今年的情况 因为政府会计里面增加 PPP项目合同 增加了合并财务报表 像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 所学的那些内容 可以作为考点 考到第二 这一章考到第二节 对我们来说 相对来讲 可能就麻烦一些 因为那些东西特别细 比较陌生 所以最基本的要求 你把这些基本的概念东西 搞清楚 也许就考这些 因为这一章 说实话 你考的太深 太偏了 太深了 其实很多人 也几乎都达不到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 第二个大问题 民间非力组织 特定业务的会计核算 还是我前面一个说法 我们这一章 前面第一节和第二节 是介绍政府的会计 其实都还不是全面介绍 也是介绍一些特定业务 部分业务 全面介绍的话 可以这么说 咱就成了一本书了 一门课了 在高校里面 可以作为专门一个课程 来开设 那么第二个 民非会计 这儿同样的也是 一些特定业务 不是全部介绍 那下面看一下 第一个是捐赠业务 第一个问题是 捐赠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首先我们讲 第一个是接受现金的捐赠 接受现金的捐赠 很好办呢 收到多少 我就确认多少呗 按照实际收到的 现金入账 第二个 非现金资产捐赠 如果是非现金资产捐赠 这个时候 我按照什么金额入战呢 第一 有发票 按照发票上标明的金额入战 第二 如果平均上标明的金额 与受赠的资产的公允价值 相差比较大 谁更可靠 公允价值更可靠 你发票的金额 我不敢相信 评估下来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以公允价值入战 第三 那如果没有发票 我们就直接以公允价值 那毫无疑问了 什么意思呢 原则上 有发票 按发票的金额 但是如果发票金额 与公允价值相差比较大 我认为公允价值更可靠 所以就按照公允价值 那要是没有发票 那毫无疑问 我就直接按照公允价值入战 接下来一个提示 如果接受老外捐 打比方说 捐了这个外币计价的资产 那我们在折算时 要按照取得资产 单日的市场汇率 折算成本为比 如果汇率波动比较小 也可以采用期出的汇率 这个指导一下 是一个提示 另外呢 在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发生一些税费 人家捐了一批物资给你了 我们要把它拉回来 你不能说这个运输费 都要让人家掏钱吧 有的费用该自己出的 还是自己出 那我出的这笔钱 我寄哪了呢 在明飞会计里面 寄在一个科目 叫筹资费 注意一下这个科目 我们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因为第一个 它不是全面介绍 不是全面介绍 所以呢 我们好多内容不了解 第二个呢 就是它没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会计科目 所以我们也不熟悉 一般来讲 我们在学一个 这个行业的会计师 首先要了解 比如它是五大会计要素 每个要素下面 有哪些会计科目要熟悉 那我们今天就是局部的 学习这一些 书上讲的这些东西 掌握就可以了 接下来区分捐赠与捐赠承诺 什么意思呢 如果仅仅是捐赠承诺 我们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曾经就发生过捐赠门的事情 是不是 人家承诺要捐多少 到最后没有兑现 其实我们以前发生一些大的事情 有些单位 有些企业就是 仅仅捐赠 其实他主要是想 在中央电视台录个脸 做广告 然后最后呢 实际在履行的时候 不愿意履行这个义务 不愿意履行他的当初承诺 所以对于民非组织 在接受捐赠时 如果捐赠的人 只是一个承诺 那我们今天还不能确认 但是要做个 要披露一下 第四个是劳务捐赠 同样的劳务捐赠 请注意 不愿意履行 那这个有点相当于是 一个义工一样的 是不是 我做义工 人家来做义工 这是个劳务捐赠 这个也不确认收入 同样也是披露一下 这些细节问题注意一下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捐赠收入的核算 我们前面讲过 民非组织 它的收入呢 分为限定性和非限定性 所以捐赠收入 要看它的使用 是否设置到限制 捐赠人有要求的 有限定性条件的 时间的限制 用途的限制等等 所以划分为 限定性收入和 非限定性收入 一般情况下 对于无条件的捐赠 无条件捐赠 那么我们在收到时 确认收入 这是确认的实跌 第二 那如果对于负有条件 又附加条件的 我什么时候 确认收入呢 取得捐赠资产 控制权时 像这些 就是注意考点 选择题的选项 说法对错 下列有关 民间非利组织 会计的核算 说法表出 证据的有ABCD 那这里面 就可以挑一些了 但是 这一个问题 注意 如果需要偿还的 那么可能有些 先附加条件 那么你要是没有做到 民非组织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你必须要把这笔钱 还要偿还 那这个时候 要确认一项负债 同时确认一项费用 怎么确认 我们下面会讲这个问题 第一 在接受捐赠时 按照确认的金额 我们是比如 无条件的 在收到时 借现金银行存款等等 但捐赠收入 那就看有没有 限定条件 分为限定性收入 或者是非限定性收入 接下来一个提示 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 如果有附加条件 需将来 如果可能要偿还的 比如说 无法满足捐赠所付条件 如果你没有满足这条件 你就必须要偿还 还给捐赠人 那么对民非组织来说 它实际上有一个义务 确认负债 但其他应付款 同时记录费用 我们刚才说要寄到费用里面 哪儿呢 管理费用 选择题 就考这个单选 那就考这个科目 寄到哪儿 筹资费用 管理费用 业务活动成本等等 什么科目 这是寄到管理费用里面 接下来第二 如果限定性收入的限制条件 在确认收入单期解除了 那么可以截转的 原先是限定性的 现在解除限制条件 那就转为非限定性收入 在捐赠收入 一级科目下 这二级明细 截转一下就行了 这很好理解 期末 捐赠收入 要把它截转到净资产里面去 限定性的 转到限定净资产 非限定性的 转到非限定性净资产 一一对应的 所以期末 捐赠收入科目 是余额为零的 这和我们企业一样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等等 到期末都要结为零的 接下来第二个业务 受托代理业务 什么叫受托代理呢 那就是民非组织 从委托方收到受托资产 按照委托人的要求 将资产转赠给指定的受益人 我画个图表来说一下 今天我们的主体是在这 民间非营秘组织 现在有捐赠人 也就是委托方 他捐赠一个资产 他不是说直接给我们的 比如指手的 民非组织是 红十字会 希望工程 等等 那么委托人捐赠一批 比如这个电脑 要求民非组织红十字会 或者说希望工程 要把这个捐赠的资产 指定给捐赠给 比如蓝拉几个学校 或者说是具体的人 那就是说明有指定的受益人 民非组织自己红十字会 或者资产基金会 或者希望工程 收到这个捐赠的资产以后 他不能随意的说 我想给谁就给谁 他要按照委托人的意愿 把这个资产要 转赠给指定的受益人 这个受益人 他不能改变 那么今天站在民非组织来讲 他所收到的这些资产 称之为叫受托代理资产 同时他承担一个义务 要转赠给别人 所以还要确认一个 受托代理负债 这和前面的捐赠不一样 咱们可能前面曾经也做过捐赠 我捐给希望工程 捐给红十字会 资产基金会 您说你捐的这个钱 你用到哪了 你是不知道的 你是不知道的 那是民非组织自己 就红十字会 慈善基金会等等 他们把这笔钱 然后按照他们的安排 捐给谁谁谁 今天就不一样了 今天是有指定的 委托方有指定的 是由民非组织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要民非组织 一方面确认一个受托代理资产 另外一方面还要确认一个受托代理负债 这个资产不属于他的 所以叫受托代理资产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 受托代理业务的界定 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它和捐赠有什么区别 第一 民非组织在取得资产的同时 就产生了像具体的受益人 转赠或者转交资产的现实义务 所以他还要确认 在确认资产的同时 受托代理资产的同时 还要确认一个受托代理的负债 因此这个业务 它本身不会导致自身净资产的增加 他不像前面接受捐赠 捐赠收入 作为一笔捐赠收入 转到净资产里面去 净资产会增加 这儿他不会的 第二 民非组织仅仅是起到一个中间人的效果 他没有权利改变受益人 这个受益人是指定的 同时也没有权利改变资产的用途 这都是按照捐赠人的要求来做的 第三 那就是明确的具体的受益人 姓名啊 单位名称 这都是很明确的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啊 这些符合这些条件的那就应当是受投代理 下面看第三个问题 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时我们在收到受投代理资产时按什么金额呢 这个和前面一样比照我们前面所讲的接受捐赠资产的原则 来确认和计量 有发票 按发票金额 如果发票金额与供应价值相差比较大 我们取供应价值 如果没有发票 那就直接以供应价值 所以比照前面的 然后按照相同的金额确认受投代理负债 好 那么具体在核算时 受投代理业务的账务处理 那就比较容易了 收到时如果是非现金资产的话 比如电脑 我刚才讲的电脑 借受投代理资产 待受投代理负债 然后我转赠或者是转交以后 就做个相反的分头 我的义务没有了 我的资产也转交了 我的义务也就没有了 做相反的分头就可以了 核算比较简单 接下来有两点提示 第一如果我接受现金的 为受投代理的话 那么不通过受投代理资产科目 而是直接通过现金 或者银行存款科目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在接受捐赠的过程当中 可能发生一些费用 那这些费用其哪 其他费用 还有每个科目都不太一样 前面有一个筹资费用 还有一个是管理费用 那这还有其他费用 然后待会后面我们还会讲到 其他业务成本等等 所以选择题要注意一下 我们把这都标出来 那下面我们来作为道题 这是2018年的单选 其实这部分从2018年开始增加了 所以我们把每一年的选择题 基本上列出来了 那我们下面看2018年的单选 下里各项关于非营利组织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是A捐赠收入于捐赠方 做出书面承诺时确认 我们说承诺 捐赠承诺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错 B 接受的劳务捐赠 按照公允价值确认捐赠收入 本身劳务捐赠就不能确认收入 错 C 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证 受赠的非现金资产 按照免疫金额入战 这个说法是对错 这是错的 是公允价值 D 收到受托代理资产时 确认受托代理资产 同时确认受托代理负债 这是对的 所以要把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 基本的内容 难度不大 没有深度 只是一个问题 陌生 陌生怎么解决 多看几遍 像这种分数还是能拿到的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当然是D选项 下面看第三类业务叫汇费收入 一些我们前面所讲的民非组织 可能是会员 我们是会员 要向会员收取汇费 那么这个汇费作为它的一笔收入来处理 同样也是有限定性和非限定性 第四个是业务活动成本 业务活动成本就是 民非组织在开展某项活动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费用 那这个费用呢 要注意一下 第一 如果设立于实现本体组织 业务活动相关的发生的支出 我们记录科目叫业务活动成本 相关的就到业务成本里面去 不相关的我们寄到其他费用里面去 注意一下细节就可以了 那其实我们书上主要就介绍这四类 然后后面就是净资产 第五最后一个问题净资产 期末我们要把限定性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都要进行结转 第一期末结转限定性收入 比如我们在捐赠收入里面有限定性的 还有政府补助收入里面 还有会费收入里面等等 有限定性收入的转到限定性净资产 这个科目里面 这个科目专门叫限定性净资产 这个结转很好的意见 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 这个企业会计核算一样 主营业务收入啊 其他业务收入啊 都转到本年利润里面 这个道理是类似的 它只不过是转到净资产里面去 限定性的部分转到限定性净资产 第二个问题限定性净资产的重分类 因为我们这讲的是第一个问题是讲针对限定性来说的 什么叫重分类呢 原先有时间限制或者用途的限制 现在这个限制条件减除了 不再属于限定性的 所以此时我们做个结转 借限定性净资产表示减少了 带非限定性净资产 转到非限定性净资产增加了就可以了 第二个再来看非限定性净资产 刚才一是讲限定性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非限定性的 我们将非限定性的收入 以及相关的成本费用 全部截转到非限定性净资产里面去 非限定性收入 转到非限定性净资产的贷方 我们画一个定性净资产贷 转到它的贷方去 然后相关的成本费用 我们从成本费用的借方 转到非限定性净资产的借方去 最后算出余额就是它的净资产 积累的部分 第二重分类 这个问题是重复的 前面已经讲过了 只是它既涉及到限定性净资产 又涉及到非限定性净资产 所以在这又说了一遍 如果限定性净资产减除了限制 那么就转到非限定性净资产里面去 就可以了 下面一个提示反过来 有些情况下 以前期间没有设置限制 没限制叫非限定性净资产 现在增加了时间限制或者用途的限制 那反过来了 那什么意思 由非限定性净资产再转到什么地方 限定性净资产 没有什么深度的 就是很简单的 条件改变了呀 原来没有限制 现在变成限制了 所以要转一下 更好理解 是不是 接着这个要注意一下 调整以前期间非限定性的收入或者费用项目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企业科技里面追溯调整了一下 追溯调整的话 影响以前期间的这个收入啊 或者费用呢 那么当然我们就直接就影响到谁那去 影响到净资产里面去 调整的以前期间的非限定性收入成本费用 也就刚才我们所截转的这两块 所以我们要调谁 调非限定性净资产 因为你最终会影响到非限定性资产 我们这结合教材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块呢是个考点 要找一下 2009年5月16号 某基金会发现 上一年度一项无形资产摊销6000元未记录 说白了就是没摊销 该基金会应当追溯调整 08年上一年的管理费用 这个业务活动表里面管理费用 这个摊销是记录管理费用的 减少非限定性资产的期处数是6000 应该怎么做呢 摊销本来是借管理费用带无形资产的 现在不能记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属于本期的 那我们调什么 调期处 调谁呢 调非限定性资产 就可以了 这里面就涉及到调整 所以这一块内容呢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 只是还是一句话 就是比较陌生 那到这儿为止 这些问题我们就学完了 好 那么到这儿 我们整个这一章内容学完以后呢 我们下面给大家也是做个小节 这一章总共有三节内容 在第一节里面 政府会计概述 这个我刚才强调过 再没时间也得把第一节看一下 掌握哪些呢 会计合适模式 这里面细节问题 政府要所有的确认和计量 还有财务报告都要掌握 然后在第二节里面 是特定的业务 特定业务 我当时怎么说的 再没时间 你得先把这两个看一遍 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 需要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前面的 这些内容都要去掌握 负战相对来讲少一些 每个里面这些细节问题 都要花时间 这是第二节 优先把这两个问题掌握 然后我们再根据时间 再把上面这些内容 一个一个的去消化 接着第三节 就是我们刚刚学习的内容 那就是民间非力组织会计 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概述 概述里面一些基本的概念 要素什么什么 也特征需要掌握 然后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有五类特定的业务 包括基金资产三类 五类特定的业务 需要掌握的一些点呢 我都用颜色标出来了 其实就让你更多的关注这一些 也就是给大家整理原下 毕竟大家呢 也考虑时间不多 所以最后一章呢 不想花太多时间 所以我把书上相关内容整理出来 颜色也标出来了 那也作为考点去掌握 那么到这儿为止 我们整个基础班课程就讲完了 160多集 全聚重 在讲完基础班之时呢 我们还是先预祝同学们 本考必会 轻松过关 我们习里班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